嗨大家好我是妮萱 我是彥夭 你知道最近有什麼新的東西嗎 我知道 就是 榴槤披薩 跟你說我們今天呢 買不到 買不到怎麼辦我們自己做啊 自己做的最好吃 是不是 絕對必勝客好吃 欸我們已經買好了 榴槤 我覺得跟人家一樣 只做榴槤披薩太無趣了 我們不是這麼無趣的頻道 我們要創新 創新 除了榴槤披薩之外 我們再加碼兩道料理 咖哩 榴槤咖哩 大家有沒有聽過 沒有吧 蘋果都可以加進咖哩了 榴槤應該也可以 沒什麼不行的吧 然後呢 再來一個 榴槤歐姆蛋 哇想念你的口感 軟軟綿綿 然後再加一個起司可以彈心 喔一定很好吃 所以我們今天總共三種 榴槤料理 好那我們第一個 要先來做我們的 披薩餅皮 因為它是要發酵 那披薩餅皮呢 我們需要的就是一個 高筋麵粉 158 酵母粉 然後還會要加一點 鹽跟砂糖 橄欖油 然後再加溫水 就是這麼簡單 好 首先 我們要先來秤一下 好 150克的高筋麵粉 3分之3茶匙 的酵母粉 然後接下來就加入我們的 85克的溫水 哎唷 啊 我的手機 太 啊 8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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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看一下 療癒 鹽是三分之一茶匙 然後砂糖是三分之一 湯匙 哇這個多了 三分之一湯匙 就一茶匙啊拜託 哇 你來餅皮要這麼甜啊 哇一湯匙的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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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揉得圓圓的 然後我們再把它鋪一層 保鮮膜在我們的盆子上 靜待它發酵 好 目前的麵團 Q欸 我們就把它放在旁邊 那我們先來做我們的 咖哩 咖哩 咖哩準備好了 馬鈴薯跟紅蘿蔔 然後還有咖哩塊 耶 那這個步驟呢 我們要先把我們的 紅蘿蔔跟馬鈴薯 稍微炒熟 嗯 有點多 沒有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它比較危險 洗一洗可以再拆進去 可以 可以 差不多應該可以先放馬鈴薯了吧 好 我們等一下等這些 紅蘿蔔跟馬鈴薯軟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榴槤加進去 那我們現在來做歐姆蛋嗎 好啊 歐姆蛋需要的東西呢 就是蛋 乳酪 乳酪 然後還有 榴槤 所以我要先把蛋打一打 打一打 嗯 好 哇 加油了 啊 對不起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那榴槤我們就放在中間 哇 喔好多 起司也給它灑上去了 好 你顧右邊 我顧左邊 1 2 喔可以 可以 可以 好棒喔 起鍋 成功了 喔喔喔喔 有沒有看到我這麼開心喔 我們的榴槤歐姆蛋完成了 看起來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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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先放著 下一步 再把榴槤丟進去 好 有點噁欸 不是咖哩就是一朵一朵的東西啊 那我們加進去囉 好 有榴槤味欸 是好吃的欸 很甜欸 超甜的 這樣配飯應該剛剛好 蠻好吃的啊 蠻好吃的啊 蠻好吃的 一點也不突入欸 那我們現在 我們的 披薩餅皮還沒有發號 嗯 那我們就先來試吃一下 我們的歐姆蛋 琉璃歐姆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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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吃一下 小心那邊會燙 來 怎麼沒有坎西 我們的坎西呢 冷掉了吧 滿滿的 我把吃起來 我覺得蛋是蛋 乳酪是乳酪 榴槤是榴槤 他們三個分開 而且我吃完就有一個瓦斯味 為什麼 有瓦斯味 有 汽油 熱熱的榴槤有點難以形容 但蛋煎得好 好棒 真的我也覺得 誰煎它 這麼厲害 我們吧 你最喜歡的榴槤 在這裡 就這裡啊 這是榴槤歐姆蛋 這是榴槤咖哩 可以啊 我覺得很可以啊 不會覺得他們分開喔 對啊 我覺得榴槤的統合力很強 我們剛剛都覺得他們分開 味道分開了 我覺得可以啊 耶 那你可以給他一個分數 15分 哇 有蛋就是超過10分 咖哩 咖哩的部分 他們完全融合了 對像這種看戲 就是榴槤 我浪費錢喔 你要說什麼 我覺得很浪費錢 滿好吃的啊 咖哩味很濃 很甜耶 它的甜都是來自於榴槤耶 你想說什麼 因為我不喜歡甜的咖哩 然後榴槤也消失了 榴槤它有啊 覺得這個沒有意義耶 對不起 可是我的榴槤 對 它花了一個半小時 做了一個沒有意義的料理 就是放在家樂福的冰箱 有點久的咖哩這樣 走開 好 我們現在多找一點人來試吃 覺得看一下我們的榴槤咖哩到底怎麼一樣 阿倫 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現在來吃吃看這個所謂的榴槤咖哩 你有吃過榴槤咖哩嗎 沒有 這是你的第一次嘗試 真的 可是我應該是可以接受 雖然說一直有聞到榴槤的味道 那我就吃囉 好 那我來吃囉 開動 它也滿甜的耶 是不是 它很甜 它讓甜的咖哩變得更甜了 對 聞的時候有一點榴槤的味道 可是吃下去並沒有那麼重的榴槤味 我覺得算好吃的也 好吃吧 成功嗎 是不是 那幫我們打一個分數 7分 還不錯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的麵團 變這麼大顆了 超可愛 我們來試一下它可不可以滾 先戳下去 可以了耶 他們說戳下去之後不會回彈 就表示發酵好了 那就拿出來 那我們現在終於可以來滾開我們的麵團了 已經發酵完了 發酵完了 也休息夠了 沒錯 好療癒喔 趕好了 稍微 剛剛好 剛剛好 怎麼這麼厲害 怎麼這麼會趕 先趕的 它的邊邊要不要厚一點 好 再睡一下 差不多讓它待個25分鐘 好 我們的它又已經就是再睡醒一次了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放料 但是放料之前呢 就是為了讓我們的披薩夾在烤箱裡面不要膨脹 所以我們要先把它戳動 好療癒喔 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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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兇 很兇死強迫症 好 好 然後刷上我們的油 有橄欖油的話可以刷橄欖油 沒有橄欖油的話 其他油代替應該也不是不行 請問刷油是為了什麼 我也不知道 食譜上這樣教 好 請那個西廚系的同學跟我們說一下 為什麼要刷油 為什麼要刷油 你先乳酪然後再榴槤然後再乳酪 好 好 感覺差不多了 來放榴槤吧 在做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先把它拿去冷凍冰一下 對 讓我們的冰得還不夠久 對 它們上面已經有滿滿乳酪絲跟榴槤了 沒錯 很棒 讓它進烤箱 讓它進烤箱 要熱個十分鐘 哇 我們的披薩 超美喔 它跟外面賣的看起來差不多啊 差不多啊 比外面賣的還漂亮 榴槤味好濃喔 我們先自己吃 好 好濃的榴槤味喔 我覺得榴槤的甜 然後再加那個 起司鹹鹹的 超級好吃的 好哥 超級好吃的 榴槤味超濃郁耶 但是感覺比單吃還要濃郁 軟軟綿綿像米 它這個餅皮比較像是法國麵包 它冰冰脆的 這餅乾那一種 超香的耶 超好吃 我可以先改分嗎 可以 我可以先改分 我可以改你50分 算熱快點 我可以50分啊 要100分 好香喔 超好吃 超加分 榴槤放在地下 超加分 超好吃的 超好吃 超好吃 對不對 它挺不下來 吃完再給個分 再給個分 超幸福的 2000分 超好吃的 是不是超好吃 第一次覺得當一號是吃的真的很好 第一次 所以之前你覺得不好 自然就是工作 自然就是工作 哇塞 我們這邊呢 一位是人生第一次吃榴槤 就是我們的榴槤咖哩的欠賞 一位是人生還沒有吃過榴槤的榴槤 那現在請你們試吃我們的榴槤披薩 沒吃過的話也可以 我不知道啦 因為我們在座都是吃過的 我們覺得超級好吃 很香耶 世界好吃 榴槤味很濃 真的假 這是榴槤味啊 這是榴槤味 加星 冰桂的味 這邊 榴槤 什麼樣 好好吃喔 它有 沒有 所以這是榴槤的味道 這是榴槤 它嘴巴的那個韻味 對 是榴槤的味 是 是它很濃 是怎樣 你說不行 他說我不行 是滿水滿分 是不是還不錯 滿滿鼻腔都吃 其實很好吃 放下吧 很美味 好來麻煩 給我們一個分數 9.5 9.5 9.5 好高喔 說出你真實的想法沒關係 5分 5分 怎麼都出不去 不是因為我不知道 可以可以 說一下 這邊是懂得享受的人 對 不懂 就是愛上榴槤 他現在回家 就立刻去買 麥公雞的榴槤來課 無言不還 無言不還 我們今天最大的成就就是 找到又一個人愛上榴槤 對 這時候我們不是什麼黑暗料理頻道 對啊 是彎彎圈圈美食頻道 頂級美食 大家如果還沒有吃過榴槤披薩的話 有機會可以去買買看 如果買不到沒有關係 你剛剛照著我們做的步驟做 可以自己做出非常美味的榴槤披薩 超棒 那喜歡我們今天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個喜歡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有什麼享受的話 或希望我們做的事情 都可以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不要忘記 訂閱我們的instagram and facebook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吃瓜 吃瓜 欸我嗎 可到